施工它的大体流程是工前准备 然后办法长办治 然后担扑压实 接缝处理 开放交通 资料检查验收 那么在这个工前准备里面 除了测量放压 下落层的清理验收以外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这几个油的一个施工 这几个油的施工 这几个油我们先把它喷洒 或者是湿做的位置先搞清楚 那么这是底基层 这是干脆直接化基层的 免得化那么多 这是基层 基层为半刚性的 那么在基层顶面 我们就要先喷散一个A 这个A是什么东西 A透层油 透层油 那么喷散完A 如果暂时不做立清面层摊扑 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临时开放交通 我们还有可能要做一个封层 这个叫下封层 下封层 然后紧接着再喷散粘层油 然后干什么东西 下面层 这有一个B 然后呢下面层和中面层之间 又喷散了一个B 好然后中面层和表面层之间 又喷散了一个B 好问你AB分别是什么 A基层底面透层油 然后什么时段喷散 什么时段喷散 表面烧干 但尚未硬化的时候喷散 如果是极配内的基层 至少提前24小时喷散 喷散的时候不能下雨下雪 环温不能低于10摄氏度 不能吹大风 对不对 用乳化涅晶 液体食用涅晶进行喷散 那么这个B又是什么呢 加强层间粘间 粘层油 对不对 粘层油 同样的下雨下雪 环温低于10摄氏度 大风不允许喷散 主要用的是快灵中灵的 液体食用涅晶 快灵中灵的什么 乳化涅晶 对不对 还有什么改性乳化涅晶都可以 用什么材料也可以 好 然后呢 这个是下风尘 下风尘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讲过了 是要临时开放交通 除了临时开放交通 还有什么功能啊 防水防水 中长离奇补墙 基层和面层的过渡及连接 好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个逆境路面 投入使用一段时间以后 表面质量不行了 我们再做了一个什么 上风尘 这个是作为 既有道路的一个 日常维护保养用的 那么主要是起了照面啊 改善抗滑构造神度啊 对不对 微表处啊 这么几个功能 好 那么所在的层次 首先分清楚 考试的时候 他也是我这样考的 问在机身底面先喷了个A A是什么东西 他主要用哪些材料来试作 在什么时段试作 好 然后呢 在层间呢 我们喷扫了一个B B是什么结构层 他喷扫的时段是什么时段 然后环境有什么要求 可以用什么材料 然后呢 在这个下面层与基层之间 为了临时开放交通 我们又做了一个C 这个C叫什么 下风层 下风层除了背景中所描述的作用功能以外 还有什么功能 保水防水 松散离机补墙 过渡和连接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来考的 考试的方式就这样考的 那么既然我们把它的层次搞清楚了 我们来看看 首先看 第一个破层油 加强基层和面层的一个结合 那么主要用到的是什么东西 主要用到的是液体实用沥青和主化沥青 主要适用于基层底面 然后干什么 在如果是半刚性基层 它是在表面烧干 但尚未硬化的时候 喷扫 原来教材上面 这个点是改过的 原来教材上面是提前24小时 而现在变成了烧干 尚未硬化 半刚性基层的 这个要求知道什么时候喷 施工的环境条件是 大风下雨下雪 环温低于10摄氏度 严禁喷扫 严禁喷扫 好 那么掌握 喷洒的环境条件 第二 喷洒的时间要求 够了 第三 掌握用什么材料喷 喷到什么上面 好 第二个 粘层油 主要提前为一个粘字 其实就是类似于浇水 粘接的意思 有的 这个字也可以读粘嘛 粘层 粘层 都是它 粘层 那么主要提前为一个粘接的意思 粘接就是加强粘接 那么它主要用到什么地方 第一个需要大家掌握到就是用在什么地方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书本上需要用到粘层油的地方 一 粘氢层与粘氢层之间 二 粘氢层与水泥混凝土路面之间 三 粘氢混合料与混凝土构建的结合部位 四 施工的冷接缝部位 就是粘氢路面冷接缝的部位 这几个部位都是需要用什么粘层油 加强连接的 加强连接的 第二个需要掌握的就是什么时段撒布 当天撒布 施工条件的时候 扣成是一样的 施工环境条件 我们就不用记了 那么第三个需要掌握的是用什么材料 用快粘中粘的乳化粘氢 改性乳化粘氢 和快粘中粘的业绩使用粘氢 那么在这个地方考试的时候 这个你需要背下来的 第二个 第二个 它可以说 我们在下面层与中面层之间喷洒了一个B 用到的材料为PC-3 PC-3 这个P是什么 喷洒型 C洋粒子 3 什么快粘中粘 PC-1是快粘型的 PC-2是慢粘型的 PC-3快粘中粘型的 这个是喷洒型洋粒子乳化粘氢 5号 然后紧接着问你 除了背景中 问你这个B是什么结构材料 连成油 问你除了可以采用PC-3这种材料以外 还可以采用哪些材料 还可以采用哪些材料 那么还有一个 改性乳化粘氢 PC-2 代R的R表示改性的意思 好 那还有一个呢 快粘中粘的乳 那个业绩使用粒金 那么这个呢 它的符号又是什么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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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后面就会带上什么东西呢 带上R AMO S等符号 那么R表示的是快粘 R表示的中粘 S表示的是慢粘 所以你不仅是要知道用的是哪些材料 中文名字你要认得清楚 那么如果他给的是英文 这个英文缩写 你也要能够认知 而不是英文缩写 这个应该是中文的拼音缩写 你也得认知 清楚没有 好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好 那么这个是他所使用的粒金 所使用的粒金品种 那么注意符号 一个是什么PC 那么如果是PA呢 PA A指的是阴粒子乳化粒金 那么这是喷洒型的阳粒子乳化粒金 这是喷洒型的阴粒子乳化粒金 如果是BC或者是BA B半核 半核型阳粒子乳化粒金 半核型阴粒子乳化粒金 如果是改性乳化粒金 路面会带R 如果是非改性的乳化粒金呢 它就是BCN 带N是非乳 非粒子的 PN 这个不是C了 PN N指的是非粒子粒金 非粒子粒金 那么这个图号要认知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AL的 L的指的是什么 液体食用粒金 什么叫液体食用粒金 就是基质粒金加入煤油柴油 让它恢复到液态 恢复到液态 那么这个是粘层 粘层 那还有一个封层 封层我们知道 有下封层上封层 通常我们依靠的是下封层 下封层 那么这个下封层呢 在基层顶面 它主要起的作用是什么 松散离奇补墙 临时开放交通 保水防水 基层和面层的过渡和连接 有这么几个功能 功能给我掌握一下 它的施工工法呢 有封层 封层法 半合法 表面处置 以及西江封层法 前面我们讲的表面处置 表面处置 有哪几种功法 两种 一个是封层法 一个是半合法 封层法表面处置 还有什么半合法表面处置 对不对吗 那么有这个什么 这个表面处置法 第二个是西江封层法 那么这个地方 功法你得知道 有哪几种功法 有哪几种功法 那么其实就两大类功法 一个是表面处置法 第二个是什么 西江封层法 那其中表面处置法 又分为 盆层法和半合法 两种 这个能够分清楚了吧 能分清楚就行了 那么 至于上封层 我们只是大体上 知道一下它的作用就行了 有什么照面 改善抗滑 构造深度 还有什么微表处 有这么几个功能 知道一下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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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在这里面 如果是采用的西江封层 它的这个英文缩写是什么 ES 如果是表面处置法 它的对应是MS 那么也就是说 施工单位在基层的顶面 做了一层叫做MS的东西 问你这个MS是什么 东层 采用表面处置法 施工的下东层 明白没有 这个是MS 这个是ES 那么这个是我们工钱准备里面 需要重点照顾的几个知识点 重点照顾的几个知识点 好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工钱准备做好了 然后半核战就要开始半制混合料了 半制出来的混合料 干什么 运输的时候同样要求覆盖 起到保温 防雨林 防污染的作用 这个和我们的基层那个不一样了 基层防水分 防止什么 阳层 这个地方是保温 防雨林 防污染 这个和基层混合料 运输有一个区别 需要注意一下 当然在运输过程中 运到现场的料 如果出现了被雨林 接船接块 或者温度过低 全部做废料处理 那么这就是我们现场施工员 要干的一个重要事情 每一测料用于摊布之前 先用测温计 有红外线的 有插入式的 测一下它的温度 达不到设计规范要求的 最低摊布温度 那么这一测料干什么 做废料处理 退回去不要了 要丢了 对不对 这个大体上要知道一下 这是我们施工员 要干的一个事情 好 运输的时候 为了防止混合料 粘贴在我们的 这个货箱板上面 我们要 补抹什么东西 防粘隔离剂 或者是防粘接剂 或者是隔离剂 那么这个地方 能不能直接在 货箱板上面 刷柴油煤油啊 不能 一是容易引起火灾 二是什么 你想我们沥青 是什么石油 提炼了轻重油以后 剩下的油渣 这个时候 你再把煤油 柴油加进去 是不是对沥青 起到了一个稀释的作用啊 一旦粒金被稀释了以后 它和粗细级料 就是沙士级料 会产生剥离 出现离锡 知道吧 所以不能单独用 柴油没油 用什么 防粘接剂 或者是隔离剂 隔离剂 都可以 那么这个是运输的一个要求 运到现场呢 就要进行摊扑 摊扑的时候 我们选择摊扑机 有两种 一个是轮胎式的 一个是履带式的 这里面我们要求用履带式的 因为轮胎式的 稳定性不好 我们知道 我们是怎么做的啊 先是那个自卸汽车 开到摊扑机 塑料桶前面 30公分的地方 就要挂空档 挂空档 靠摊扑机 推着它走吧 推着它走 好了 如果这个司机 倒车技术不好 撞到了我的摊扑机 如果是轮胎式的一撞 它就会晃动 那么平整度就不好了 那么所以我们应该用 稳定性更好的 履带式摊扑机 这是第一个 用履带式摊扑机 第二个 这个摊扑机里面呢 这一部分叫做塑料桶 这个叫行驶的履带 然后这个地方叫螺旋布料器 这个叫运瓶板 那么相当于 混合料在塑料桶里面 经过摊扑 用螺旋布料器 把它摊扑到整个仓位 然后再用运瓶板 进行初步的整瓶压实 那么这个运瓶板 就相当于你们家里面的运斗 你们运斗运衣服 之前先要干个什么事情 预热嘛 加热嘛 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加热到140度以上 运瓶板 好 这是摊扑机的 那么这里摊扑过程中 要求连续匀速缓慢摊扑 不得随意改变速度 不得中途停止 它的摊扑速度2到6米每分钟 每分钟 同时需要控制高层平整度 高层平整度 下面层中面层 我们用什么控制 姜丝笋 以及路原石平原石 路原石平原石 在我们基层摊扑的时候 用路原石来控制高层平整度 那个地方已经看过了 在这个地方就不再演示了 这个要求记忆 这个要求记忆 第二个 如果是表面层 我们用什么平衡量和导量 来进行控制 这个是在21年发生了变动的 原来的教材上面是什么 下面层中面层用铝合金导量 和钢丝笋来控制 平整度高层 而表面层用平衡量控制 而现在上面层用导量和平衡量控制 下面层用钢丝笋和路原石平原石来控制 那么这个高层和平整度控制装置 要注意区分压 区分一下 好 然后紧接着我们可以开始摊扑了 摊扑了 那么这个摊扑的时候呢 这个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摊扑的时候呢 注意一个松扑系数 因为我摊扑下不去 忍事冲散的 要经过碾压 假设我成后是五公分 那么有可能你松扑的时候就是七公分 或者是六公分 然后经过碾压以后 达到的压次成后是五公分 有一个松扑系数的一个控制 松扑系数根据什么来 选定呢 一混合料的种类 二机械 三施工工艺来确定松扑系数 第二个摊扑下去的温度要进行控制 温度根据什么 摊扑成成后 气温 混合料种类 下那个风速 以及下卧层表面温度 这个也是在2010年发生了变化的 而且还没有考得过的 所以这两个需要大家掌握的 需要大家掌握的 然后进行摊扑 摊扑的时候呢 如果陆幅宽度过滑 我们可以采用梯对式摊扑 等于会再来介绍 纵向接缝 热接缝的一个地方 再来看它 再来看它 摊不下去的混合料 紧接着我们进行什么 碾压 我们的碾压基本原则 先进后重 先进后正 先慢后快 能计重叠 由低到高 满足这个的基础上 我们再把这个碾压 分为初压 副压 中压分为三阶段 分为三阶段 压石沉口不超过 十公分一层 那么压石的温度呢 根据什么混合料种类 压路基 规格 以及气温和沉口来确定 这个碾压温度的控制 掌握 那么这个初复中呢 我们来看看 初压 静压 一至两遍 那么用什么 光轮压路基 纵向直线进退 横向由低到高 进行一个静压 一至两遍 主要是使得混合料 初步稳定 初步稳定 知道 输压 那么这个只做了解 负压为重点 负压为重点 负压 那么就是使得混合量更密实 确保密实度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根据材料 混合量品种的不同 我们负压的碾压设备不一样 碾压设备不一样 那如果是密集配的 比如说 AC量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负压的时候 为了确保密实度 优先考虑采用什么 25吨以上的轮胎式压路基 就这个 胶轮 负压 那么如果我是OGFC 开集配的OGFC 以初级量为主的 或者是什么 改型磁精 SMA 磁精 马蹄吃 那么这个时候 负压能不能用轮胎式压路基碾压 不能 一 首先OGFC 以初级量为主 你用这个什么 这个轮胎式压路基 反复戳轴 它都只有初级量 你是没有办法 指的 什么 它密实的 而且表面更多的出现的是初级量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不能用 初级量为主的优先选择 肛轮整动压路基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双肛轮整动压路基 那么这个整动的频率呢 根据乘后来 乘后教授高频高整幅震挡 乘后教授高频低整幅震挡 那如果是改型磁精 SMA是不得采用轮胎式压路基 碾压的 因为它的油时比很高 它的油时比大概是在7%左右 7%左右 你反复搓油的话 力行全部放到表面来了 这个叫不息作用 保持表面放油 降低矿滑构造深度 所以改型磁性SMA 不得使用轮胎 轮胎式压路基 那么你就记清楚了 在负压的时候 根据混合料品种的不同 我们的压路基选择是不一样的 最后中压 中压呢 负压紧跟负压之后 那么我们就是什么 中压 中压其实就是收面了 我们混凝土焦住完了以后 是不是要抹面吗 这个类似于抹面 但是我们是用压路基来收面的 收面这个了解一下就行 了解一下就行 那么不管是出压 负压中压 在整个碾压过程中 我们压路基碾压 不得出现以下行为 在什么地方 在我们的碾压段内 进行急停 急起 转弯 挑头 停在未降到自然温度 混凝土上面加水 加油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那比如说 这个是下层层 这是我新铺的料 如果压路基滚轮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急停 紧急之后 踩刹车了 踩刹车就会在这个滚轮的前方出现拥包 而且是没办法消除的 然后 如果大油启动 就会在它的滚轮的后方出现拥包 也是无法消除的 所以我们不允许急停 急起 转弯挑头 也不允许 那还有一个呢 这个混合量还没有降到自然温度 你把压路基给我停到 在相当于一个禁止喝在中 那么这个 在有喝在中的地方 就会出现一个凹坑 那么当你的压路基开走了以后 这个凹坑是不会自己回弹回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降到自然温度 它是没有什么弹性的 它还是一个可塑状态 就会出现一个凹坑 所以在 碾压的时候不能出现 刚才我说的 急停机起 转弯挑头 停机加水 加油 等行为 那么这是碾压 碾压 那么 碾压完了 然后紧接着呢 就会出现我们说的纵横缝的一个 施工 纵横缝 什么叫做纵缝 那么 比如说这个摊扑宽度过关 我们一台摊扑机满足不了 我们一台摊扑机 一般已控制在6米的摊扑范围 那么这个假设有12米 我只能丰富摊扑 只有一台摊扑机 那么就会留下这样的接缝 这个叫纵横缝 第二个呢 我们比如说有5公里 每天只摊扑500米 那么断与断之间就会留下一个横缝 那么这个纵横缝的接缝处处理 我们先来看纵缝 纵缝分为两种接法 一个热接 热接 热接和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什么基层纵向接缝的热接一样的 基对式摊扑两台摊扑机 一前一后错开10到20米 这样摊扑 摊扑亚楼机 骑缝碾压 消除缝机 这个叫纵向的热接缝 采用的是基对式摊扑 基对式摊扑 然后呢 上下两层的这个纵向接缝呢 错开15公分以上 第二个呢 如果没有两台摊扑机 没办法采用热接 只能采用冷接 冷接呢 那么我们就要做成直接缝 直接缝 直接缝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设档板 设档板 直接档板拆除以后 是不是就是一个直接缝吗 然后刨成矛托 刷上粘层油 再铺新料就行了 再铺新料就行了 那么上下层错开多少 30到40公分 这层和这层错开30到40公分 这个接缝错开 这是纵向冷接缝 纵向接缝的第二种做法 冷接缝 好了那么横向接缝呢 这个就暂时不看到了 横向接缝 横向只能是冷接 不可能热接 你能做热接 我就不会停下来了 对不对 那么只能是冷接 冷接 那么下面层中面层 可以做成 这个叫什么 斜接 也可以做成这样的 阶梯状接缝 有这两种 那么斜接这个长度 搭接长度多少 40公分到80公分 而阶级状接缝呢 这个搭接长度是多少呢 3米以上吧 大约等于3米 大约等于3米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什么接缝方式啊 表面层 高等级道路的表面层 用直接缝 直接 直接缝 那么我们 这个到端头 我们自然点压以后 是不是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样子怎么处理 我们要做成直接缝怎么办 用3米的靠尺去检查 把不合格的给它刨掉 刨掉以后清理干净以后 这个地方刷 什么油 粘成油 然后再来摊铺 这个做成直接缝 好 这个直接缝 注意我们来看看怎么处理的 先用3米的靠尺进行检查 将不合格的部分撒一条 硅线以后把它切除刨除 刨掉 做成一个直接缝 然后刷粘成油 然后再来突新尿 突新尿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超宽 5到10公分摊铺 因为我们的沥青混合料 在常温下 它是固态的 这个时候压路机在这个地方碾压 这个边角很容易破损 为了防止破损干什么 超宽5到10公分摊铺 然后对这个接口进行软化 软化完了以后 多余的料 人工清理 人工把它清掉 清掉以后压路机开过来 怎么碾压 为了保证平整度 怎么碾压 先横向后纵向 在基层横向接缝的地方讲过 还记得没有 这个做法就是为了保证 接缝住的平整度 好 那么压路机开过来 先横向碾压 对不对 那么先搭过去15公分 每进退一循环 地推10到20公分 直到整个滚轮位于心调上面以后 再退回来 改成纵向进退碾压 是不是这样 该做法就是为了确保 这个地方的平整度 为什么很多逆轻路面摊不完了以后 在接缝处都会出现凸跳 这样开到那个地方就会出现凸跳 原因就是他没有采用这种碾压方式 在那个地方鼓了个包 记住没有 那么知道一下 这个就是接缝的处理 接缝的处理 接缝的处理 好 然后紧接着接缝处理 完了以后 降到自然环境温度50摄氏度以下以后 就可以开放交通了 开放交通了 那么开放交通 还有一个质量检查验收 这个质量检查验收呢 在你们的41页等会再来看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什么叫做改性力精武额料的 改性力精武额料呢 就是机制力精加热融入以后 在里面加了改性剂 加了改性剂 从而变成了改性力精 那么这个改性力精呢 里面的改性剂可以是加素脂橡胶 模细橡胶颗粒 模细橡胶粉都是可以的 高分子聚合物 素脂橡胶 高聚物 还有什么 模细橡胶粉都是可以的 这些都可以称之为改性剂 那么从而来调整力精武额料的 力精的一个什么品质 那么它的生产温度呢 通常比普通力精武额料生产温度 要提高10到20度 那么具体提高多少度呢 根据力精的品种 粘度气候成后来选定 来选定这个地方 至少是可以解决一个多选情两分的 多选情两分的 然后呢 采用强制间歇式半合机进行半制 半制的时候呢 我们要求半制出来的混合量 储存的时候温度下降 不能超过10摄氏度 储存时长不超过24小时 改性力精的SMA 要求当天半制当天使用 OGFC的要求谁半谁用 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什么 一分的一个单选题考虑 当然 当然等会儿还有一个 考在安理题里面怎么考 我也会给大家讲 那么第三个 最高温度不能超过195摄氏度 然后里面如果要加纤维稳定剂 纤维稳定剂有两种 一种是颗粒状的 一个是松散的续状的 如果是松散续状的 一般是在和逆氢喷入的同时喷入 然后半个时长延长5秒钟 如果加的是颗粒状纤维呢 我们在初级料投入的时候同步投入 然后干半时长增加5到10秒钟 再加矿粉 再加矿粉 那么这个是发展一个改性力精混合料的一个生产的要求 运输和普通力精混合料运输要求一样 好运到现场摊铺的时候 要求用鱼带式摊布机 同时摊布温度不低于160摄氏度 摊布速度1到3米每分钟 普通的是多少 2到6米每分钟 对不对 好下面层中面层用钢丝榫和导梁来控制高层 那么普通的是什么 钢丝榫有吧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平原石有吧 平原石 对不对 平原石 好然后表面层呢 用非接触式平衡量 普通的是用什么 平衡量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导梁 对不对 这个是普通力精混合料 和改性力精混合料 它的导平方式是不同的 我们这个改性力精混合料和普通力精混合料 考试的时候最容易考到的就是导不同 正面 摊护速度不同 搞平方式不同 好还有一个 脸压不同 脸压 这个粗压温度150 中压温度90到120 这个一般就是一个选择题的一个考点 但是里面有一个负压的脸压设备 注意改性力精的SMA的 你采用钢筒式压路机 而不得采用轮胎式压路机 什么原因 反复挫揉会导致力精上活 从而降低抗滑构造深度 表面泛游 所以它是不得采用轮胎式压路机的 这个就是和我们的普通力精混合料里面的AC料 碾压 它的负压 碾压设备要求是不一样的 然后碾压原则 紧跟慢压 高频低整幅 紧跟慢压 高频低整幅 那么这个知道一下就行 接风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无非就是冷接风的时候 我们那个不合格的这一部分 是在什么 降到自然温度之下 之前就是当天要把它清理掉 这个呢 一般就不会考到了 一般就不会考到了 好 那么这个是改性力精的 改性力精的SMA的 那么里面 刚才我强调的那些点呢 一般是作为单多选题来考核 也可以考案例题 案例题怎么看啊 这样的 下面层 中面层 表面层 好 这个呢 这个表面层是什么 改性力精 SMA-13 中面层是AC-20 下面层 AC-25 好 那么是这么几个层 然后呢 在这个力精面层施工的时候呢 施工单位 制定的质量保证措施 或者是技术要求 有如下要求 如下要求 如下要求 一 摊扑速度 严格控制到2到6米每分钟 摊扑最低温度 不能低于 不能高于160摄氏度 然后呢 找平方式下面层中面层 下面层中面层 我们用什么 平原石 钢丝层 来控制 表面层 我们用什么 平衡量 倒量控制高层 高层控制 又怎么怎么样 对不对 好了 写了一堆 然后呢 碾压的原则 紧跟慢压 高频低整幅 负压的时候 统一使用 轮胎式压路机 好 那么这些技术要求里面 导出错误并改正 好 那么表面层 感谢你亲爱说们 他的摊扑速度是 2到6啊 1到3 错了 错误1 标准的作答格是 错误 错误1 错误1 把这句话抄下来 然后后面改正 改正 那么应该是 1到3米每分钟 第二个 找平方式不对 表面层应该用 非接触式平衡量 或者是倒量 找平 控制高层 第三个不对 负压不能采用 轮胎式压路机 因为它是改性 逆清SMA 应该用 钢轮 整动压路机 或者是 钢通式压路机 清楚没有 这个点还可以在 案例体里面 出现的就是 找错改正机 当然你要结合 下中面层 它的混合料品种 来改正 清楚没有 这个点要注意 这个是逆经 施工的 逆经施工的 那么不管是 改性逆经的 还是普通逆经的 然后就要进行 质量检查研究 施工完的 要进行 资料检查验收 这个资料检查验收 有一个行标 和一个国标 GB的 这个是国标 那么这个点上面 我们作为 市政工程 我们只看 市政的行标 市政工程的 资料检查验收的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里面 我只要求大家 我只要求大家 记什么东西 记主控项目 主控项目有什么 原材料 压实度 层厚 光层值 光层值 光层用光层仪来做 而厚度和压实度 用什么东西 钻工法 刨挖法来检查 钻工法 刨挖法 钻心取样 还记得我们讲 面层 压实度 不是用环刀 也不是用灌杀 而是采用什么 核准密度 湿度 或者是 钻心取样法 对不对 那么也就意味着 这个压实度 层厚 我们是用 钻心法 钻心 钻心 钻心这个新样 既可以检测压实度 也可以检测 层厚 层厚用什么 直接用钢尺 一凉就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知道这个检测方法 主控项目就行了 一般项目算了 什么平整度 宽度 大体上了解一下 你编都可以编得出来 中断面高层 横坡 中线偏位 平整度 宽度 对不对 与购作物之间的高差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那么这个是 逆清路面的 逆清路面的 全流程讲解 里面的重要知识点 要求大家掌握的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特殊的 就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在这个地方 水泥混凝土路面 其实没有太多的考验 因为现在的市任道路 有几条市任道路 是水泥混凝土路面的 几乎很少了 甚至于原有的 一些水泥混凝土路面 都改为了什么东西 逆清路面 甚至为白改黑 甚至为白改黑 那么这个水泥混凝土路面 大体上我们 一些重要知识点 大体上了解一下 首先水泥混凝土路面 从表观 感觉上面 它与逆清路面 不同的地方 就是一材料不同 用的水泥混凝土 二它有很多纵横洞 纵横洞 这是它的不同之处 那么具体的结构层次 和逆清路面其实没有区别 电层底基层基层 然后面层 对不对 面层 无非面层不同而已 面层不同而已 好 大体上先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那么这里面 首先来看电层 电层和逆清的一样 电层设置在温度不良 湿度不良的时候才设置 对不对 温度不良 湿度不良的时候设置 那么厚度一般是多少 不低于15公分吧 15公分 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面 可以不用看 对不对 温度湿度不良 厚度15公分 温度15公分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基层 底基层不用管 基层 那么基层在这个点上面 我们重点考虑的是 是这个基层的性能要求不管 我们重点考虑的是什么东西 基层的肥料品种选择 那么根据交通等级的不同 基层材料选择是这样来选择的 如果该道路是特种交通 我们主要选择 混凝土类的 你看到货水民有混凝土的都选进去 管理是平混凝土 粘压混凝土还是力气混凝土 都可以选 那如果是重交通的 我们选择稳定类的 水泥稳定力量 力清稳定碎石 稳定类的 好 中轻交通我们选择的是 稳定类的和极配类的 水泥稳定类的 石灰粉灰稳定类的 以及极配类的 极配类的 那如果是多余潮市地区设置了排水式基层下面设不透水底基层 这个知识点在利清路面基层底基层设置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看过了 这个就不用管了 相信没有 相当于这个需要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多选题的 多选题的 所以只会考多选题 不会考案例 多选 多选 那么宽度呢 小型机具加幅 我们每侧加宽30公分 如果是轨模摊铺 每侧加宽50公分 滑模摊铺 每侧加宽65公分 由于考试的时候 小型机具不会考 你看看谁现在的水泥混凝土路面 上点档次的 谁还用小型机具 架两个模板 人工在那 布料人工打成那样的 那个是乡村公路 对不对 鬼魔 现在基本上也不用了 现在如果是市政道路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的 通常采用的是滑模摊铺 最低标准是什么 三捆除的 对不对 最低标准三捆除的 那么这里面 于是我们重点记忆的是 滑模摊铺的时候 基层要加宽65公分 好 马上就问 基层加宽65公分 比清单量增加了 那么能不能单独纪念机架 不能 因为它是 这个水泥混凝土路面 滑模摊铺的一个平整度 高层平整度控制的一个质量保证措施 它应该是在基层的综合报价里面分摊 而不得单独纪念机架 和我们的那个路基加宽填住是一个原理的 所以这个65公分加宽是不能单独纪念机架的 好 这个65公分知道一下 那么这个是基层的一个要求 然后紧接着面层 面层这个地方 最多最多记住 快速度主干路 重交通 它的弯拉强度5兆币以上 那么一般道路4.5兆币以上 这个地方知道一下 一分的一个单选就行了 一分的一个单选 好 那么这个是它的各结构层次的一个基本要求 各结构层次的一个基本要求 然后紧接着来看水泥混凝土路面 水泥混凝土的一个材料基本组成 材料基本组成 首先是水泥 水泥混凝土有哪些材料组成 水泥出几辆细几辆水和外加剂 那么至少水泥出几辆细几辆水是必须要加的 是否需要加外加剂 代替对不对 代替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来看看水泥有些什么要求 快速度主干路 重交通一般要求 硅酸岩道路硅酸岩普通硅酸岩 知道一下水泥用什么 硅酸岩普通硅酸岩道路硅酸岩 而其他等级的可以用矿杂硅酸岩 能不能用火山灰制硅酸岩 本门灰制硅酸岩 不能这个地方可以做一个什么多选题 重交通特重交通快速路 那么它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所用水泥品种 以下可以采用的是道路硅酸 普通硅酸 硅酸 矿杂 本门灰 火山灰 ABCD你去选吧 好这是水泥 好然后这个粗细几辆在这个地方 粗细辆 不管 细几辆呢 注意 已采用的是中粗上 好在这个地方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但凡我们市政工程里面需要用到砂的地方都是中粗上 都是中粗上 所以你不用记了 对不对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能不能用海砂 海砂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个 不能不能用 因为它里面有绿粒子 绿粒子是强酸根 这个你们学过中学化学都知道 它是一个强酸根 而我们的水泥混凝土是一个弱碱环境吧 碳酸青带嘛 对不对 弱碱环境 酸碱会中和的呀 所以影响混凝土的强度 同时这个东西很容易导致什么东西 钢筋的锈石 所以一旦用到了 如果绿粒子超标 超过0.6% 0.06 我们通常要干什么东西 加粗锈剂 增加混凝土的密实度 增加保护成厚度 可以采用这三种方法来解决 所以在这个水泥混凝土半制的时候 细极量里面是不得直接用海砂的 不得直接用海砂的 如果海砂只有海砂可以使用 我们要用淡水去冲洗 变成淡化海砂 那么这个是细极量里面唯独的一个烤点 唯一的一个烤点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就是什么 帐户板不用管 填缝材料 灌缝材料 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纵横缝 这个纵横缝不封堵的话 就很容易渗漏水 于是需要有填缝材料 这个地方有一个多选题 填缝材料可以用 素质橡胶 锯泥细胶米 改心沥青 四个用一个多选题 水泥混凝土路面 纵横缝 灌缝材料可以采用哪些 素质橡胶高居物 那个锯泥细胶米 还有什么 感情沥青 正好一个多选题 两分 两分 好 那么这个是填缝材料 填缝材料 好 那么把材料搞清楚了 具体施工的时候 填缝程 贩制运输 摊坡整岛 接风处理 市面 养护 贯风处理 那么这个流程呢 只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这里面 工钱准备的时候 就有一个配合笔设计 这个配合笔设计 里面有一个 一分的一个单选题 在严寒地区 它的抗动系数是多少 F250 反冷地区是不小于F200 这个地方有一个一分 还有一个呢 高温施工的时候 出零三小时以上 低温施工 中零十小时以内 那么和我们前面讲的 无际结合料 基层底基层 用到的水泥是三小时 六小时 对不对 那么其实你这样 去给我总结嘛 我们的所有用到的水泥混凝土 管理是用到混凝土里面 还是无际结合料里面 我们要求的出零 都是大于等于三小时的 中零时间管理在哪个时段施工 高温季节还是低温季节 我们都要求是六到十小时 这样是不是就统一都把它寄完了嘛 我就不用分开寄了嘛 听说没有 怎么的我都可以搞对了 怎么的可以搞对了 好 那么这个三小时 十小时 了解一下 作为一个选择地 然后紧接着半置 强制间歇式半合机 半置半核设备用钱标定 整个过程中正常硝烟标定 还有一个呢 如果整个过程中出现维修搬迁 数据有疑问 重新硝烟标定 重新硝烟标定 半核实际根据什么 半核物的合一性 云值强度稳定性来确定 那么这个呢 这个什么 至于这个头料 这个就算了 这个只做了解 这是半置 运输用贯彻运输 半车运输 这个也不用计 也不用计 然后现场呢 脂膜 脂膜不用计 因为需要脂膜的是什么方式摊扑 水流粉铃土 小心机具 那么由于小心机具不会考 所以这个脂膜考不考 不考 不用管 脂膜不用管 然后紧接着 粉铃土运到现场摊扑 那么 摊扑里面 针对于三滚竹机组摊扑的 首先用三滚竹 第二 要配什么 排斥整导器 排斥整导器 还有一个 配置的设备 一次摊扑宽度 是为双车道的时候 双车道 那么车道与车道之间 有一个重缝 热阶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重缝需要有 插入拉杆 那么就需要有 拉杆 重缝拉杆插入机 和拉杆插入深度 位置 控制的调整装置 好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一个 三滚竹 摊扑水 泥混泥土 路面的时候 它的设备配置 设备配置 市政工程里面 考设备配置 考的很少 隔 N年考一次 那么这个点上面 可以 书本上已经讲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注意一下 一 三滚竹摊扑的时候 背景中说 我们采用三滚竹摊扑 一次摊扑 双车道 双车道 好 问你 针对于这个背景 所描述的 我们施工单位 要配备哪些 基本的大型设备 一 半核站要有吧 二 运输车辆要有吧 对不对 三滚竹 你要有吧 对不对 摊扑设备吧 四 整导器 排式整导器 整导设备 你要有吧 对不对 整导设备 你要有吧 好了 由于一次摊扑 双车道 你还需要有什么 拉杆插入装置吧 拉杆插入机 拉杆插入 还有什么东西呢 拉杆深度和位置控制调整装置吧 拉杆插入深度和间距调整装置 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设备配置啊 这个点上面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点主要注意的是 设备配置 配置 三滚竹的 重点就掌握 配置哪些设备 其他的不用管了 具体的啊 他是怎么来摊扑的 怎么整导的 一概不管 一概不管 我们只考虑设备配置就行 好 那么这个是三滚竹的 鬼魔的 不用管 滑毛的 滑毛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 滑毛摊扑机 这个滑毛摊扑机 为什么每次要加宽65公分 原因是滑毛摊扑机 它是履带式行走的 为了履带行走的平稳 这个履带行走 如果是这样高低起伏 不平稳的话 这个路面会出现什么情况 那么波浪行 平整度不好 所以为了确保 履带行走的部位 坚持平整 所以我们基层要加宽多少 65公分 提供 滑毛摊扑机 履带行走 那么这个是一个质量保证措施 它的这个做法 主要是为了确保 滑毛摊扑的水泥滚泥土 路面的什么 平整度 平整度 好 平整度由这个来控制了以后 高层怎么控制 用基准线钢丝 基准线钢丝来控制 这个基准线钢丝 你要控制这个 控制这个横坡 怎么来控制 我们这是人行道 人行道 这是中央隔离带 中央隔离带 这是另外一边的车行道 这是车行道 这是人行道 这是中央隔离带 那么假设这个地方 要铺水泥滚泥土板 要控制这个横坡 你要设几条基准线 一条两条 其实这个也称之为 单坡双基线 单坡双基线 两条基准线 才能控制这个横坡 那么如果我是次干路 直路 中间没有隔离带 那么就出现了人行道 人行道 人行道 对不对 人 人 中间的中线在这 这个是双向坡 双坡 中间是高的地方 叫路拱吗 这个是不是叫形成的这个叫路拱吗 双向排水横坡吗 这个双向排水横坡 形成路拱 那么用滑马摊木鸡 这个时候要控制这两个坡度 我要几条基准线 还是两条 这个叫双坡 双基线 双基线 有的朋友就说了 你只控制这两边的话 我中间这个路拱怎么调 请问你们仔细观察过你们的摊扑基秒 我都不说滑马摊扑基 你就观察过你们的利清摊扑基秒 利清摊扑基的后面的那个运屏板 它是有液压杆连接的 液压杆连接的 那个上面是可以调横坡的 调路拱的 清楚没有 它是通过那个来调的 下回你们看路面摊布的时候 你们注意一下 那个运屏板 它是有几个拉杆拉着的 可以通过拉杆的伸缩 来调整这个路拱 清楚没有 那么读本上没说 这个单坡双基线 双坡双基线 我大体上给大家聊一聊 万一哪天你遇到了呢 对不对 你要知道怎么来做 怎么来做 那么这个基层呢 要求基层加宽 不能单独纪念机架 是在基层施工的综合档架里面报价 然后这个基准线呢 来控制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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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是滑膜摊扑 滑膜摊扑机 开始摊扑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 这样 我给你大家画个图 这是摊扑面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滑膜摊扑机的塑料斗 然后这是驾驶楼 后面是我们的戳屏板之类的 那么我们先把混凝土 布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进行什么 螺旋布料器布料 然后用排式整导器 整屏 要再用挤压板 进行收面抹光 出来以后 直接就是成型的 直接就是成型的 所以滑膜摊扑机 它是不需要干什么东西 不需要设置模板的 当然 最先开始启动的时候 应该 最先开始摊扑的时候 先开启整导器 两到三分钟 再开始往前行走 才开始启动摊扑机 然后在摊扑过程中 要根据这个混凝土的 摊落度 摊落度 来调整整导器的 整导频率 频率和摊扑的速度 怎么来调的呢 如果这个混凝土的摊落度很小 说明我们的混凝土很粘稠 为了防止漏震 或者是整导不足 我们就应该低速摊扑吧 第一次写错了 低速摊扑 高频整导吧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混凝土 混凝土如果摊落度很大 摊落度很大 就是很稀 倒在地上狗都撵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为了防止过阵 应该是高速摊扑 低频整导 那么根据摊落度 调整摊扑速度和整导频率 在哪去了 在这 摊落度小 高频整导 低速摊扑 摊落度大 低频整导 高速摊扑 听说明 这个地方可以大体上 知道一下 大体上知道一下 在你们讲一个 第43页最下面 第三大点里面的 第三小点 至于小型机具的这个就 这个还要不要吗 这个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好 然后紧接着 就是个纵横缝的一个掌握 纵横缝的掌握 先来看纵缝 我们水泥混凝土板块 路面 水泥混凝土路面 你们去观察一下 我们是会把一个大的水泥混凝土板块 切割成若干的小板块 这个板块一般宽度长度是多少 4乘6 为什么是4乘6 你们知道你们的车的轮距是多少 通常情况下你们的轮距是1米8 左右 1米6 1米8 对不对 有的车辆大的可能有2米的 比如说你们工地上的那个东风车解放车 就应该是2米2米2的一个轮距 轮距 好了 那么这个是你车轮的距离 大概是在2米左右 2米左右 好了 通常两边还要有几十公分的一个 很像安全距离 所以我们一个车道通常是多少 3.5米或者是3.75米 那么余设 那如果我正好在3米或者是3.5米的地方切到的话 我的车轮是不是很容易碾到那个切缝的地方 切缝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薄弱环节 车轮长期碾压是不是就会导致破损 所以我这个板块是不是宽度就要再宽一点 多长 4米 4米在水流混凝土路面 我们正好一条车道 正好切缝 切4米宽 宽度4米 长度呢 混凝土板块太长了 在硬化过程中是不是很容易开裂 所以长度呢 通常6米切一道 所以切出来的豆腐块就是4乘6的 宽4米长6米 宽4米长6米 这个首先要明确 明确好了以后 我们才容易理解它的纵横幅 好了 好了那么假设现在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路面宽度是8米的 8米8米宽 然后呢我们用小心机具或者什么机具来摊扑 正好呢我们要把它做成4乘4的分两次来摊扑 分两次 分两次 分两次摊扑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 好分两次摊扑 请问两次摊扑的混凝土接缝那个地方叫什么缝 施工缝 那么由于它是纵向的所以叫纵向施工缝 我们一个整块的混凝土分两次交注 那么两次交界的那个地方新旧混凝土结合那个地方 是不是叫施工缝吗 对不对 好那么一个8米宽的板块被你人为的断成了两截 你应该中间是要加强连接呢 它还是不管它加强连接 加强连接就应该用螺纹钢 所以中间纵向施工缝中间加的这个是螺纹钢筋称之为拉杆 拉杆 然后中间这施工缝呢要进行防腐处理 防腐处理 好那么这个可以理解 既然是在施工中已然断开了的 请问这条缝是这种形状的还是这种形状的 直的纵向施工缝 奔扶摊扶 奔扶摊扶 纵向施工缝 拜拉杆的针缝 平缝 平缝 清楚没有 关键是石图 第二个 纵向第二种缝 这个动画我们就不看它了 第二个缝 纵向的缩缝 那么假设我一次摊扶的宽度远远超过一个车道 刚才我正好说8米的板块分成两部分 一个4米了 那么假设这一次我摊扶的宽度远远大于了4米 比如说我摊扶的8米 那么这个摊扶的8米宽 我们要把它切成4×6的 那么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4米的地方要切一刀 分成两个4米 这个切的只要是切的都是假缝 切的都是假缝 那么为什么一次摊扶8米宽 为什么在中间要切一刀缝呢 想一想 滚尼度板块大了以后面积大了以后 它在硬化过程中体积会收缩 体积会收缩就会导致收缩开裂 那么如果你不切一刀缝的话 它就会到处乱开裂 不受控制 自意开裂 那么为了防止它自意开裂 我就在中间给它切一刀缝了 切一刀缝 那么怎么就会控制到这个开裂了呢 请问 这边板块厚度是多少 假设是40公分 好这个地方我切了一刀 切多少呢 板厚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那么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的板厚 实际厚度只有多少 30公分 30公分 请问这个板块要收缩开裂 要断裂 在什么地方断裂 肯定在板厚比较薄的地方断裂嘛 不会在这个地方断裂吧 就相当于 比如说你这个手臂 曾经在这个地方爬梳子的时候 摔了一跤 手臂这个 这个筋骨是断了的 不许你再一次受伤的时候 最容易断裂的就是你 以前断过的地方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嘛 40公分的地方不会开裂 开裂就会出现在这个切过的地方 切过缝的地方 那么这个叫做纵向的缩缝 就是它收缩开裂 为了控制它收缩开裂 而设置的这条缝叫做纵向的缩缝 买用切副机切属于甲缝 甲缝 那么中间也是带拉杆的 因为什么 一个板块被你断开了 你要加强连接 用拉杆 螺纹钢筋 中间10公分 干什么 设防腐 采取防腐处理 注意它一次摊铺超过4.5米块 就是超过一条车道了 这个时候我们设置的是 切副机切出来的带拉杆的甲缝 注意它的形状 注意它的形状 一 螺纹钢筋 二 这个裂缝 这条缝是波浪线的 以后你们一旦看到波浪线 你都知道它是什么缝 甲缝 一看到是螺纹钢 带拉杆 螺纹钢就是拉杆 带拉杆的甲缝 带拉杆的甲缝 好 但凡是甲缝都要进行切缝处理 切缝机切出来的 切缝机切出来的 那么如果里面带的是拉杆 那么就应该是纵向的缝缝 因为横向缝是不设拉杆的 设的是传利杆 对不对 好 那么纵缝解决了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个纵缝我们可以看看 一次摊铺九米宽的板块 然后一旦收缩很容易开裂 为了防止收缩开裂 怎么办 在摊铺的时候 里面埋上一根拉杆 然后摊铺完了以后 用切缝机给它切一条缝 后续这个板块在收缩开裂的时候 它只会沿着这个切缝的地方开裂 那么它的大样图就这个样子的 甲缝波浪型的拉杆 螺纹钢筋 带拉杆的甲缝 切缝机切的纵向缝缝 纵向缝缝 你们发现没有 纵缝里面都是带着拉杆 拉杆就是螺纹钢筋 先把这个记清楚 第二个横向接缝 横向接缝 横向接缝包括横向的施缝缝 横向的缝缝和横向的帐缝 那么我们先来看横向的缝缝 我们五公里的板块 长度五公里 在硬化过程中 是不是很容易开裂 收缩开裂 为了防止它收缩开裂 我们就要每六米也给它切一刀 每隔六米切一刀 间距不止 好了 但凡要切的 刚才我已经总结过了 只要看到用切缝机切的 它都是什么缝 假缝 假缝 好 然后石图的时候 它这条缝都是波浪线 对不对 都是波浪线 如果里面带着有传逆杆 那么这个切缝深度为板后的三分之一 不小于七公分 如果是没有传逆杆的 那么切缝深度为板后的四分之一 且不小于六公分 好 知道一下 那么什么时候带传逆杆 什么时候不带传逆杆 多选题 什么时候带 什么时候不带 快速度主干路 重交通 特重交通 这个切的缝缝里面 必须设传逆杆 而其他等级的道路 不需要设传逆杆 那么分别名称为带传逆杆的横向缩缝 不带传逆杆的横向缩缝 他们都是切缝机切的 所以他们都是假缝 分得清了吧 你看到等级就不止 里面带传逆杆或者不带杆件 必然是横向缩缝 假缝 切缝机切的 那么还有一个 来看一看 这个 长度太长了 硬化过程中很容易开裂 怎么办 交注完了以后 切缝机给他切一刀 后续说说开裂的时候 只会沿这个地方开裂 成波浪线 成波浪线 就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快速路 主干路 重交通 急重交通 这个地方要设传逆杆 设传逆杆 那么这个就是切缝机 切缝机 这个大家都见过 切缝机 那么切缝呢 又根据什么 昼夜温差来的 昼夜温差 10摄氏度以内 全部硬切 然后呢 如果是10到15摄氏度 软硬结合切缝 如果是温差大于15摄氏度 全部软切 全部软切 硬切嘛 就是混凝土硬硬了以后再切嘛 软切嘛 就是混凝土没有完全硬化之前就要切嘛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是切缝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横向的帐缝 为什么会设帐缝 混凝土路面上面 把收缩开裂和膨胀挤压 用两个不同的缝来解决的哈 收缩开裂是用缩缝来解决的 温度增加膨胀挤压 这个是通过什么帐缝来解决的 这个帐缝 比如说 这是一条既有道路 我新建了一条道路和它相交 那么这条道路热胀冷准方向是这个吧 而这条道路呢 是这个吧 那么这两个的热胀冷缩方向都不一样 那么一旦结合部位热胀冷缩发生了 这个地方不设缝冲的话 就容易相互挤压导致破坏了 所以在新旧混凝土垂直相交的交叉口的地方 要设置帐缝 那么同理 如果这有一个构筑物 这是水泥混凝土路面 那么这个的伸缩方向是这个 这个变形方向是这个 那么这两个之间如果不设变形缝的话 不设这个帐缝的话 那么这个水泥板是不是就要把这个构筑物给 损坏掉了 那么于是乎这个帐缝 哪些地方要设置 一和既有道路交界的地方 第二是什么 与既有构筑物衔接的部位 第三个板后发生变化的地方 第三个板后发生变化的 这是水泥的板 板后发生变化的时候 热胀冷缩最容易出现开裂的是哪个部位 这个部位 对不对 因为板后不一样 它的热胀冷缩量是不一样的 还有什么 小半径转弯的 转齐弯的 好转齐弯的 内幅和外幅 由于它的板宽不一样 它的热胀冷缩量会不一样 也不一样 也会导致相互挤压 相互挤压 所以这几种情况 必须设置帐缝 帐缝 那么书本上设置帐缝呢 我们重点就计帐缝设置在哪些地方 帐缝设置在哪些地方 至于战缝的施工方法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了 这个施工方法我们就工法就算了 工法就算了 工法就算了 好了 设置的位置 这几个位置 要求上方 要求上方 快速路主干路带什么 传利杆的 其他道路本级呢 不设杆线的 不设杆线的 好 那么它的大样图是什么样的呢 来看一下它的大样图 关键是石图 它由哪几部分组成 补墙 钢筋 支架 传利杆 战缝板 罐缝材料 由这几部分组成 它的基本组成要掌握 好 那么这几个缝重点石图 啊 重点石图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如果在两个 这个重 那个横缝 横向接缝 两缝之间 我们设置的 这个 比如说我们是四成六的板块 那么摊不到这了 正好 摊不到一半 这个板块总长是六米 结果摊不到中途 老百姓赌工设备损坏 混凝土供不上了 中途停顿了 这个地方就会设一个 横向的施工缝 这个设置的是什么 带拉杆的起口缝 带拉杆的起口缝 那么整个横缝里面 只有这一种情况会设拉杆 其他的横向缝呢 要么不设杆间 要设就设的是传利杆 而重缝里面 不管纵向施工缝 还是纵向缩缝 都设的是拉杆 好 把这个 讲解完了以后 来 我们来看一看 某条四正道路是水泥混凝土的平面 复制 总宽 十六米 我们采用滑膜探扑 或者什么方法施工 分两次进行 分两幅 这是左幅 这是右幅 好 分两幅 两幅之间设了一个缝 共一 缝一的大样图是这个样子的 中间十公分 防腐 然后一条直线下来 好 第二 等一下呢 还有一个纵向呢 那么这个呢 摊扑宽度 单足摊扑宽度是八米的 为了防止收缩开垫 那么我们沿中间 又切了一道缝 缝二 缝二 这个缝的大样图是怎么长相的呢 缝二 缝一 好 然后呢 在横向呢 我们等间距切了一个缝三 摊扑完成以后 等间距切了一个缝三 缝三 由于它是快速录 这个缝三的大样图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样子的 好 然后呢 靠近既有购注物 靠近既有道路的地方 小白鸡转弯板后 发生变化的地方 我们又设了一个缝四 缝四 缝四 假设这是缝四 有一定缝宽 缝四 这个缝四的大样图是这个样子的 缝四的大样图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中间有根缝键 这边有个套头 然后这个呢 是混凝土 混凝土 混凝土 然后这个地方呢 有一块板 然后上面呢 进行了填负 然后这里面 A是什么构建 B是什么构建 C C是什么构建 这是凤四 好 问你凤一是什么 凤一是什么 凤 纵向施工凤 带拉杆的针缝形式 好 凤二是什么 纵向的缩缝 带拉杆的甲缝形式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凤三呢 凤三 横向缩缝 那么由于是快速路 带传逆杆的甲缝形式 凤三在这嘛 带传逆杆 看到没有 螺纹钢筋是有斜线的 光源钢筋有没有 传逆杆是光源钢筋 拉杆是螺纹钢筋 带传逆杆的甲缝形式 什么是针缝 什么是甲缝 看这条线 不上线的甲缝 一条直线下来的 针缝 记得没有 好 然后又说 这个凤四里面的ABC 分别是什么 A A在哪 A传逆杆 B补强杆筋支架 C 带凤 凤四为带凤 对不对 好 那么问这个凤四呢 在哪些特殊情况下 要设置 好 一 与既有道路交界的地方 二与既有构置物 过度衔接的地方 三板后发生变化的地方 四 小曲率半径转弯的地方 五 田蛙交界的地方 对不对 无非就这样来考了 考试图了 好 那么如果能够 跟着我这个要求 能够把我刚才 边画图 边叙述的内容 能够给我掌握了 这个点上面 谁他怎么考都没问题了 是怎么样 好 那么这个是 混凝土路面的一个 拔毛摊托法师工 里面的纵横缝的一个 讲解 重点在石图上面 好了 然后混凝土摊托完了 如果是小型机具摊托的 那么后面 你们打混凝土厂平 是不是后面还要收面啊 收面 人工抹面 这个不用管 最多最多你知道 任何混凝土收面的时候 都不允许撒水泥灰 或者是撒水 因为会改变什么 水 胶 比 一旦改变了水胶比 比如说我在上面 撒了水泥灰 改变了水胶比 上面是不是有很多 又将 又将在硬化过程中 非常容易规律 那么如果是撒水呢 撒水又会导致表面的 浆体水胶比 发生变化以后 出现翻杀 翻杀 被你吸释掉了嘛 你吸了嘛 好 翻杀 所以严禁撒水 或者是撒水泥灰 那么这个是 呃 试炼 试炼完了以后 水泥混凝土 路面上面还要做 看滑构造深度 注意啊 这个 大概一至两公分宽 就要拉一个 拉一个凹槽 这个叫看滑构造哈 曾经有学问我 老师 不对啊 我看到那水泥混凝土 上面的那个 那个缝 一两公分就有一个 不是六米一个啊 注意这个是看滑构造 不是很像缩缝哈 很像说不是六米一个的哈 也需要贯后处理 这个是不需要贯后的 直接刻槽压槽 拉槽拉锚就行了 这个叫看滑构造 这个主要是 确保水泥混凝土路面 行车的时候 紧急自动的安全距离的 光滑的上面 你可能一百米停不下来 诶 这个有了看滑构造的 那么可能三十米就停下来了 增加摸土力的啊 增加摸土力的看滑构造 这个了解了解 养护 养护里面呢 只需要注意一个事情 不得围水养护 诶 我们的水泥混凝土 标准养护是什么条件 二十加减二摄氏度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什么东西 相对湿度 养护二十八天 这里面百分之九十五 往往我们在实验室都有一个叫做 标养池 对不对吗 能不能标养池 把这个混凝土四块 中瘾以后 直接丢到那个标养池里面 拿水泡着养护 干嘛这个水泥混凝土 又不能围水养护了 为什么 我上面有很多纵横缝 这个时候我的混凝土还没有灌缝 你如果围水养护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深入水 水下深了以后 是不是会导致基层来自于陆基的破碎 所以它不允许为水养护 它会导致深入 就是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个地方知道一下 不允许为水养护 行了 行了 然后呢 整个养护完成了以后 后续就要对这个纵横缝进行贯缝处处理 先把缝内的这个污染物清理掉以后 然后进行贯缝 长温贯缝 长温贯缝 这个缝在这 长温贯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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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 一到三毫米 就行了 贯缝 这个做一下了解 然后开放交通呢 达到40%强度 可以通人 达到100% 且完成贯缝以后 就可以开放交通 开放交通 这个点上面呢 可以做个一分的一个什么单选题 可以人行走 怎么强度等级 那么这个是水平混凝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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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家都见过 好那么这些主工合成材料 在我们工程上常见 使用的时候它主要体现哪些功能 加金 防护 隔离过滤排水 入了三大部分 加金主要用在每几个地方 陆基加金 增强陆基的稳定性的 还有什么台背加金 防止 过去承降引起承降差 桥头跳车的 对不对 那么主要是用到这几个 还有一个呢 防护主要指的是边坡 坡面防护边坡 隔离过滤排水 主要用到反律层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给的是 在工程上所有有可能用到的功能 那么考试的时候 如果他问在做反律层的时候 他有哪些功能注意 这两个就不要打进去了 这两个就没有了 做反律层的时候 他只有隔离过滤排水的这么一个功能 对不对 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图根核酸材料的一个基本功能 那么具体用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陆迪加金 陆迪加金 你们在那个 你们见过那个河岸为什么都要种很多树啊 为什么 树根扎在土地里面 把土地给锁定住 从来防止出刷是吧 也就意味着这个树根在土地里面 可以起到提高稳定性的功能吧 那么同样的 我没有办法在陆基里面种树 于是我干脆直接给他人工造一个树根放在里面 什么东西 陆地里面加金 相当于就是陆基里面加了很多树根 这个树根是不是就把土 连成整体形成一个繁体结构 它可以提高陆基的稳定性 那么知道它的功能提高陆基稳定性 然后主要用哪些材料 土工格山 土工置物 土工王 多选题 然后呢 它应该有哪些基本性能 有足够的抗拉强度 撕破强度 顶破强度和握持强度 好 这两个点要求要背 至少至少是可以考多选题的吧 至少至少是可以考多选题的 对于它的具体施工呢 做一个一般性了解 一般性了解 那么我们来看看 这时候我们在陆基填柱 填柱好了 这是土工合成材料 那边要填柱的时候 先把土工合成材料拿过来 调整好搭接宽度 然后用毛巾把它锁定 然后进行滚突 滚突张紧以后用毛巾固定另外一端 然后在48小时之内要进行覆盖 因为不能长时间爆散 好 那么48小时内覆盖 覆盖的时候注意 我们的车辆机械 能不能直接开到这个土工合成材料上面 不然它会导致破坏 所以这个卸料车应该把填料卸在 以成型路基上面 堆高不超过1米 然后用推土机杆料过去进行覆盖 分层填柱压石 那么在这个压石的时候 土工合成材料上面60公分范围内 严禁重型设备碾压 那么 掌墙背后50到1米范围内 严禁重型设备碾压 管顶以上50公分范围以下 严禁重型设备碾压 这个地方又出现土工合成材料 60公分以内不允许重型设备碾压 这几个都是雷同原理 原理相逢 但是要求有区别 可以放在一起 综合去记忆 在综合管囊那个地方 还有个1米范围内 不允许重型设备碾压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全部给大家组结完了 常备50到1米范围内 管顶50公分范围以下 然后呢 土工合成材料以上60公分范围以内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综合管囊 综合管囊1米以内 都是不允许重型设备碾压的 总结完了 总结完了 那么这个是土工合成材料的一个陆地加金 陆地加金 注意我刚才讲的那几个点 注意那几个点 然后这个具体施工里面呢 有个48小时 有一个60公分 大体有个影响 好 第二个台北加金 台北加金 这个购注物将来的工后成材是很小的 那么后面的填土填料工后成材是很大的 为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工后成材大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就会出现错台 你们开车通过一个市政桥梁的时候 在桥头的地方就会出现凸跳 什么原因 台北填土下沉了 而桥梁没有下沉 于是在那个地方发生了错台 出现了凸跳 那么为了防止这个事情 缩小购注物和路基填料之间的不均匀成像差 怎么办 在台北进行加金 台北进行加金 那么这个台北 首先开挖台阶 因为这个坡度肯定是等于1比5 因为什么这个坡度一般要缓于1比1 然后下面最小的填柱宽度要大于等于2.0米 然后呢 由下至上水平分层填柱 做防胜层做排水系统 然后由下至上水平分层填柱 水平分层填柱 好 然后这个水平分层填柱 台北回填的填料有哪些共性 台北回填 墙倍回填 韩倍回填 是我们工程上通称的三倍 三倍回填 三倍回填 要求的填料都是透水性好水物理性好 压缩性好的填料 比如说碎石土砂利土 对不对 好水平分层填柱 分层厚度30公分 边角15公分和我们挡墙墙倍回填 那个要求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里面呢 每隔一米呢 我们加一层什么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合成材料起到一个增强的作用 防止不均匀成降 防止不均匀成降 然后呢 在顶面呢 我们还有可能会设置一个桥台搭板 起到一个过度防止成降的这么一个功能 防止成降的这么一个功能 好 这个点上面呢 又还有一个隐身知识点 我们讲了这下面最小的宽度是多少 大于等于一二两米 然后这个坡度是缓于最低不能等于一比一 那么鱼是这个 过度段的长度应该为多少呢 我们就看一比一 一比一那么这个的桥台高度假设是h 那么这个这个宽度是不是就是h 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个两米 这个地方是不是两米 所以我们过度段的最小长度为大于等于两米加桥台高度h 这个你们可以去翻规范 桥函过度段 回填过度段 它的长度就是这个要求 就是这样来的 根据这几个小参数来的 好 那么这个知道一下 知道一下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一个路面反射裂缝房子 路面反射裂缝房子吗 刚才已经讲过了 可以用土工之物 可以用拨千瓦 那么这个土工之物 或者是拨千瓦呢 它有哪些基本性能 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有什么 看哪强度 最大负荷延伸率 网孔质量 和单位面积 网孔尺分和单位面积质量 并且能够赖170摄氏度高温 原因是沥青混合料是 什么 沥青混合料是 高温混合料 高温混合料 那么这个是 路面裂缝房子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那么其实就这个东西 我们要铺沥青之前 是不是先把这个铺上去 然后再来喷啥 练成透伤 然后再来探浮沥青混合料 是不是这样的吗 这个大家都见过 那至于还有一个 边坡防护 不管 边坡防护 那么还有一个呢 沿河陆地的一个 红冲刷防护 那么这里面呢 就有两个 一个是 同志物软体成牌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什么多选题 软体成牌要求 使用之前 要对排体 整个这个的 抗浮进行一个验算 整体的抗滑 进行一个验算 会不会滑起压 会不会漂浮起来呀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这上面的压坏的一个抗滑 要进行验算 好 那么 普通知物软体成牌 在做沿河陆地 防冲刷防护的时候 使用之前 我们要验算 哪三个指标 一 排体的抗风 排体的整体抗滑 以及架快的抗滑 一个多选题背抗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土工膜带 我用土工之物 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布 做成膜带 直接在膜带里面灌住混凝土 那么这个混凝土 灌住完了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刚性的 很容易弯曲断裂 所以这个膜带使用的厚度 我们应该要考虑抵抗弯曲硬力 和抵抗抗 动力 抗抗动力 两方面的因素 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做一个多选题 其他的内容不管 其他内容不管 好 这是我们土工合成材料的一些 基本施工要求 那么质量检查验射不管 质量检查验射不管 几点呢 5.50啊 那干脆这样 我就不停了 我接着讲 接着讲 讲到个6点过一点点 桥梁开个头 我们就今天休息 好不好 那么这个是 土工合成材料 那除此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东宇基施工 东宇基施工 那么东宇基施工 这个点上面呢 是多年 出现在案例体里面了 这个点要么不考 要考就是案例的 案例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 宇基施工 宇基施工 而且这个东宇基施工 考在案例里面 一般都是考死基因位 好 那么先来看 宇基施工的基本要求 注意这个基本要求 考到的几率非常大 因为它是通用的 通用的 所有市政工程 在宇基施工的时候 都要做好这些基本要求 第一宇基施工的时候 掌握天局预备 第二不能全面开花了 要集中力量分断施工 第三 施工现场呢 要做好防御准备 第四 要完善排水系统 完善排水系统 这四条是通用于 所有的市政工程的 不管是路基 路面还是桥梁 隧道 基坑 都要做到这几个 都要做到这几个 好 这个要求背下来 背下来 好 紧接着呢 基本要求搞清楚了 针对于城镇道路的 路基施工的时候 我们要求集中力量分断 快速施工 然后呢 做好 节水沟 当天挖完 当天压完 前方区 做好双向排水横坡 防止积水 这个呢 考到的几率相对 就要小得多了 小得多了 小得多了 那么我们做一个 一般性了解 十四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基层 基层 那么基层 在宇基施工的时候 那么我们基层 是个混合料吧 大家都知道 是个混合料吧 一旦被雨淋了 会出现什么 出现离析 对不对 粗细极料和 水泥石灰之间 会离析 那么为 那么说明 在下雨的时候 能不能施工 不能施工 于是在雨季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全面开发了 要求坚持 办多少 扑多少 压多少 完成多少 当天联压成活 这第一个雨季施工 基层施工的一个 基本要求 第二个 第二条和第四条 其实我们可以结合在一起 雨季施工的时候 地层摊扑的时候 如果下雨了 来不及摊扑的 来不及摊扑的 停止摊扑 雨季摊扑的 尽快碾压成型 防止雨水下盛 尽快碾压成型 防止雨水下盛 第二条和第四条 结合在一起 它其实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第三条 石灰稳定内的 尽量避开 再雨季施工 那么这个可以看看 这个可以看看 那么 这条 第二到 第四 两条 这两条可以 给我记一下 记一下 而面层呢 面层 利清的 所有的利清 内的施工 只有一个 阳利子主化利清 可以在潮湿环境下 施工 其他的要求 都是干净干燥 所以利清 能不能在雨季施工 不能 所以这个面层 雨季施工 不用管 没有可考性 没有可考性 面层施工完了 那么冬季 什么叫冬季施工 连续五天 环温低于五摄氏度 或者气温 最低气温 低于负三摄氏度 我们视为冬季 那么这个点上面考试的时候 会不会直接告诉你 环境气温呢 不会 我们国家绝大部分属于冬二区 冬二区呢 一般在当年的11月以后 到来年的2月份之间 这个基本上都属于冬季 所以考试的时候 往往他就说 某某某路面结构施工 由于什么什么原因 推迟到了当年的12月 好了 你一看到12月 你马上就要判定 它是冬季 冬季 哪些东西不能做啊 基层 底基层能不能做吗 不能做 因为他在入冬之前 水泥内的半个月 一个月提前 而实惠稳定内的要求 干什么 45天 30天到45天 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要提前完成的 冬季就不能做了 好 面层可不可以做呢 分情况了 陆基 冬季施工 不管 这个不会扛 基层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要求大家记 讲了两次了 今天 但今天一天 我讲了两次了 这个点 对不对 说明基层也是不能在冬季施工的 因为冬季定义的是温度低于5摄氏度 或者低于-3摄氏度 你们还记得 石灰稳定内的 水泥稳定内的 最低施工环境温度是多少 5摄氏度 低于5摄氏度 强度不增长 二回稳定内的 石灰工业非常稳定内的 4摄氏度 强度不增长 所以一旦看到这个冬季 基层能不能做吗 不能做了 好 那么重点在哪呢 面层 面层 快速路 主干路 立金内的 还有我们讲的 连风透 施工环境温度多少 10摄氏度 还记得没有 连层 透层 封层 施工的时候 大雨下雪 大雨下雪 大风 以及环温低于10摄氏度 是不允许施工的 还记得没有 那也就意味着 你冬季是低于5摄氏度的 你这个 这些能不能做吗 快速路 主干路 连风透 严禁冬季施工 快速路 主干路 连风透 这两个是严禁冬季施工的 其他道路等级呢 冬季可以施工 但是温度不能低于5摄氏度 一般要施工 选择在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候 最高的时候 进行施工 那么这个地方就出现了 如果在冬季 必须进行沥青路面 摊氏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 以下哪些措施 这个不用去背书 你就给我记住 首先你温度低 我就把我的混合料的温度提高 一提高混合料的 输长温度 二运输过程中覆盖保温 三下层层要认真 请你冰霜雪 四摊氏度的时候 做到三快两即时 快线快扑快平 即时免要即时成型 这就是历清的冬季施工采取的措施 而水泥混凝土呢 水泥混凝土 如果在冬季施工 那么要求 混凝土的温度 出场温度要高于10摄氏度 高柱温度 高于5摄氏度 高于5摄氏度 若缓温过低 没有 做施 严禁施工 那么还有一个呢 交注的时候呢 基层没有冰霜雪 缓温高于5摄氏度 那么这个 有什么可记的没有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大可记的 没有什么太多可记的 你就记住 反正我们混凝土交注的时候 入仓温度 不能低于5摄氏度就行了 不能低于5摄氏度 同时 它的碰压强度 5摄氏度之前 或者弯拉强度 低摄氏度之前 不能受动 1摄氏度5摄氏度 那么只有在路面的时候 会考虑弯拉强度 而在其他构筑物里面 我们只考虑抗压强度 5摄氏度 那么相当于你们大理上把哪个 把这个记一记吧 对不对 然后把这个记一记吧 够了吗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冬雨季施工 至于高温季节施工不管了 高温季节施工不管了 还有呢 就是城镇道路的搭修 我们的道路逃入使用一定年限以后 它就会出现损坏 一旦损坏 我们就要进行修补 这个大修分为 沥青路面的大修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大修 以及水泥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面层 也称之为白改黑 那么先来看 沥青路面的大修 沥青路面大修第一种修理方法 叫做微表储 微表储 微表储 那么这个微表储 表面处置是不是 刚才我已经说过的 MS 西江封城是什么 EAS吗 对不对 MS EAS吗 微表储 MS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首先知道 我们对 这种的 沥青路面 进行微表储修补的时候 可以采用的是什么 MS-1 MS-1 -2 或者是-3 其中 -1-2 它的主要功能是 风水防滑 耐磨 改善外观 MS-3 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还有一个车则修补的功能 填补车则的功能 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 什么多选题 乃至于案例题的 就是说 某某某施工单位 在这个大陆 维修的时候 进行了微表储 对旧的 逆境路面 进行了微表储 采用的是 MS-3 好 那么 这个 它的主要功能呢 有风水 耐磨等功能 那除了这些功能以外 还有什么 防滑 改善外观 以及填补车则的功能 既可以考多选 也可以在案例题里面 考到 这是微表储里面的 至于 施工流程 不管了 施工流程不管了 这个点上面 考施工流程 可能性比较小 比较小 好 那么 第二个 就是 在这个流程里面 首先要干的 第一个事情 对旧路进行修补 那么这个修补呢 分为这几种情况 一 旧的逆境路面 有裂缝了 针对于这个裂缝 我们怎么处理的 灌缝处理 先要高压风 吹洗干净以后 然后进行灌缝处理 裂缝 灌缝处理 局部破损 切除 剔除以后 用逆清混合料 进行修补 挖谱处理 局部破损的 好 第三个 如果出现了 车褥拥包 很严重 四公分左右 1.5公分到四公分 才用洗爆处理 直接用洗胞机 把它洗平 这个 经常市政道路上 你们看到的吧 经常有的吧 洗胞处理 这个就是主要是 车褥拥包 严重影响平整度的时候 我们就用洗胞处理 洗胞处理 然后呢 这个 这几个呢 一个裂缝 一个局部破损 还有一个车褥拥包 我们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大体的这些病害 我们的处理方法呢 大体上了解一下 处理完了以后 对路面进行一个清扫 清扫干净以后 喷洒粘层油 然后做试验段 试验段200米 趁着到路里面 施工的试验段 都是200米长的 路基试验段 路面试验段 都是200米的 所以在这个点上面 这个也是路 到城镇道路施工里面的 试验段长度的一个通用 通用的 记住这个200米就行了 然后紧接着 紧接着 我们开始摊扑 这个什么 来进行微表处 微表处呢 不需要碾压成型 不需要碾压成型 然后进行一个初期养活就行了 不需碾压成型 知道一下就行 好 这是微表处处理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旧的利清路面 加不清的利清路面 那么如果这个旧的利清路面 质量完好 没有什么损伤 那么平整后 做基层处理 病害处理完了 做基层处理 第二个 如果局部破损 做修补处理 这个刚才已经看过了 不用管 好 然后呢 如果是有车肘拥抱 有坑槽 进行 洗泡以后 然后分层填补 这个呢 也可以不用管了 这个不会考 不会考 那么还有一个呢 旧的水泥混泥土路面 旧的水泥混泥土路面 它的全流程是 先对旧的路面 进行病害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 进行 病害处理 病害处理完了以后 进行路面清理 然后进行 试验弹摊铺 然后撒粘层油 再加坡面层 加坡面层 好 那么这个地方 首先是旧路病害调查 旧路病害调查 有哪些方法 探地雷达 湾城仪和取心法 有这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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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路调查 在你们讲的 第五十页最上面 有这三种 常见的旧路病害调查方法 具体的处理呢 书本上说得很混乱 说得很混乱 书本上的那个 我们暂时不看 我们来看看 如果调查出来 旧的水泥混泥土路面 已经出现了断裂 开裂了 那么针对于这个裂缝 我们怎么处理的 怎么处理的 先对裂缝进行清理 清理完了 有热裂清 感性裂清 进行灌封 灌完 封了以后 为了防止反射裂缝 这个地方为什么会 出现反射裂缝 两侧是混凝土 当中很大 而中间灌的这个是裂清 是软的 那么将来 铺了裂清面层以后 这个裂缝是会反射上去的 所以除了清缝 灌封以外 我们还得做 加铺印尼消减层 和铺土工织物 其实这个就是 我们路面反射裂缝防治 那么这个印尼消减层 其实就是贴缝处理 用沥清油粘进行贴缝 贴完缝以后 整个大面再铺 土工合成材料 土工 就是那个玻璃割山 玻璃纤维割山 铺上去 这样以后 有效的可以防止反射裂缝 好 这是针对于旧的水泥混凝土 路面有裂缝的这种情况 我们采取的措施 是这个 好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板缝呢 不是裂缝 而是板缝呢 板缝我们怎么办呢 先用切封机 把板缝里面的填充 我们四米六米 都要有切封吧 好 这个板缝呢 用切封机 将杂物切碎 用高压风把它吹洗干净 并且在干燥的情况下 然后里面填充 M7.5的沙浆 或者沥青麻酥 上面留7到10公分 7到10公分 用沥青密封胶把它灌满 上面同样的 由于它是缝 所以上面用沥青油粘 做印尼消减层 贴缝处理 在大面积铺 土工合成材料 那么这个就是那个贴缝处理 这是板缝的一个处理 那么除了板缝以外 还有旧的水泥混凝土路面 局部破损了的 局部破损怎么办呢 把它剔掉 剔除 然后用铜级混凝土把它浇灌起来就行 浇住起来 好了 那么还有一些呢 是边角破损的 同样的把它剔除 用铜级混凝土来修补就行了 那除此以外 还有呢 就是严重断板 断成这个样子了 你修补还有意义没有 断成这个样子了 说明基层已经坏掉了 你修补已经无意义了 这样的 我们采用的是开挖式处理 开挖式处理 整个把这个板块全部挖掉 然后把基层处理完了以后 用铜级混凝土 把这个板块存进去恢复 这个叫开挖式处理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板块 没有出现严重断板 那么这个时候 只是坐台下沉了 说明底下是空的 这个采用 非开挖式处理 筑江 筑江全流程 定位 钻口 日江 灌江 灌江口风度 然后交通管制 养护及 官程检测 官程检测 那么首先 在这个板块上面 钻好孔 然后自备好 浆体 那么紧接着呢 进行 灌江 进行灌江 那么灌江 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封堵 香灵孔呢 一 灵孔冒江 二 板块有微微翘起 三 板凤冒江 这个时候我们 视为灌门了 那么假设 这是一个板块 有一 二 三 四 五 那么我们在这个孔 灌江 或者这个孔 灌江 灌江 当这个板凤 这个地方冒江了 板块翘起来了 还有这个灵孔冒江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封堵灵孔 然后实测 无异常 再封堵 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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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这个浆体硬化 有一个过程 所以要交通管制 让它的强度达到 三兆 怕 以上 然后紧接着 开放交通之前 要进行 弯程检测 弯程检测 这个弯程 不能超过0.3毫米 不超过0.3毫米 为小于等于0.3毫米 我们视为合格 才可以开放交通 才可以开放交通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筑江的参数 主要有哪些参数呢 一 筑江压力 二 零 出零时间 三 筑江流量 四 扩散半径 扩散半径 那么这些参数呢 通过试验确定 那么也就意味着 在这个地方 流传 我们只做了解 知道是大体上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重点需要记得是 附江的这些参数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正好可以出简答 也可以出多选 学习朋友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道路大修 这个道路大修 那么多年了 就没有怎么考过案例题 里面的知识点呢 也介绍得比较肤浅 所以以单多选题备考为主 单多选题备考为主 大乡就这个样子 那么现在已经六点过了吧 那行吧 本来说桥梁要开个头的 看来今天完不成了 那休息吧 明天来吧 上一个 三个 咱俩 一 三 cathedral 九 八